好,來,我們做一些簡單題目 他說這裡有個玩意兒 請問你誰是單原子分子的元素 第一個,他要求元素 第二個,他要求單原子分子 元素就是裡面只有一種原子 顯然不是B,顯然不是C B跟C都有白跟黑,不可能 只有A跟豬是有可能的 可是他要求單原子,一顆一顆的單獨的 所以應該只有誰?應該就只有A 好,只有A 因為A是單原子分子,豬是雙原子分子 他們都是元素,可是一個是單原子,一個是雙原子 所以,然後呢,B是一黑一白,固定比例結合 他是化合物,化合物 C呢,守住英俊俊,有兩白,有兩黑,有一黑一白 他叫做混合物 所以我們就知道,我們答案要選的叫做A 他就選的就是A 好,看圖就曉得啦 好,下一個也是例子觀點,看圖就曉得啦 這都是,通常考例子觀點,讓你看到例子嘛 所以都會畫圖來問你,畫圖來問你 OK 請問你誰錯? 誰是錯的? 停車戰界問,可愛大帥哥 帥哥男 帥哥男叫做32 32 誰是錯的? 豬是錯的 你選的叫做豬 豬是錯的 甲只有一種原子,一白,元素,OK,沒問題 乙也是一白,但是兩個把它在一塊,雙原子分子 乳素都是雙原子分子,濾氣有可能,元素,然後雙原子分子 B也是對的 丙呢,就是一白加一黑,固定的組成一定的種類,數目跟排列方式 所以它是化合物,是對的 豬是錯的 因為釘不是,釘手伸進去,抓出來的東西會不一樣 所以它是混合物,它不是純物質,所以豬是錯的 甲乙餅是純物質,釘是混合物,所以豬是錯的 好,也一樣,畫個圖 這裡其實,這個的問法其實有點小問題 有點小問題 因為加熱可能單純的像煮開水一樣的加熱 比較小問題 不過,就不要太計較好了 不要太計較 那會怎樣咧? 會怎樣咧? 來 可愛大美女 大美女叫做11 11號 11號 你的答案 B B,AB的B 你坐下 你答案選B B 我說它有點小問題的是說 加熱可能是純粹像煮開水一樣的加熱 然後煮一煮呢,比如說鹽巴 它,沙子跟那個水混在一塊 煮一煮,水跑掉,沙子流下來 你是不是會分開嘛 你是不是會分開 所以其實這個豬一定是化學變化 其實是有點小問題的 不過就不要計較 就是化學變化 一個東西,差點兩個東西 然後化學變化 那因為是化...然後呢 所以甲可能是一個化合物 然後呢,加熱,然後分解 另外,那我剛剛拿來有點小問題吧 它可能是混合物,加熱,分開 那代表是有可能是化合物 有可能是混合物 所以不會是B為混合物 可能是化合物,可能是混合物 可能是混合物 所以我們說B是B為混合物錯的 那麼乙只有紅元素 丙只有綠元素 所以這沒有問題 那豬呢,就不要計較 當它是化學變化 如果它是化學變化的話 它應該是假必為化合物 假必為化合物 它一定是個化合物 就不是可能,而是一定是 這就是我們的 例子觀點 來問各位一些有的不的問題 可以嗎? 可以 很好